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2歲黃信的一個男性昨天晚上12點半左右送到急診室 我們發覺他的傷勢是在他的生殖器有一個結斷傷 整個的生殖器剩下約20% 急進帶怕出血 那使得疼痛指數是6分 也相當的疼痛 我們舉以緊急的支血 然後送到拍套房做緊急的手術 目前他的尿道是由輸尿管幫助他排尿 那基因部的處理是要會省省境外科 都進一步的處置 目前他的傷口是穩定的 血壓是穩定的 情緒是還算穩定的 這是整個我們排尿的陰莖 人杖部在這裡 五分之四端 在這裡左右 不可能說沒有疼痛感 應該是有 可能一些酒精把疼痛的分數降低 是 到這個位置 所以他簡直是減海綿的部分還是說 全部 全部 整個階段 正階次正階段 6分的話 怎樣的感覺 疼痛也是一種痛 可能有時候會疼到8分 但是個人的忍受度 然後有酒精介醫師的話 很輕重會不會降低 都比那種酸孩子更多 酸孩子 我們剛剛都是用十分 那相當的深厚 不過這個 他的重點是個人醫師 人受度是一樣 不可能 再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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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下 那我們對這期 那個好像醫師生殖器被解斷 這個 我們了解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 在昨天晚上大約11點多的時候 有一個女子到我們西武派所來投案 說他有去傷害他男朋友的重要部位 那我們員警後報之後 就到現場了解 便立即通報 那個消防請及救護車送往醫院來救治 那我們現在一切都在依法調查偵辦中 那這名女子有公證他是什麼樣的原因 那這個目前我們都還在釐清中 那這個他把對方傷害之後好像是說把這個重要部位好像也丟掉還是怎麼樣 這個因為還在救治我們也還在了解中 那初不了解他這個男子他有公證他是被傷害之後怎麼都沒有痛的感覺或是沒有驚險 而是事後才知道這樣 因為這個還在醫院救治我們也還在釐清中 這樣子他本身還可以自己下樓 就下樓梯上救護車這樣 我想不會影響行動 他在肱形場裡進去 他就是要選擇條件 他在肱形場裡可以長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